而现在疫情延烧 全国又都升了三级警戒 不少民众待在家里 待久了也会很焦虑 那么民众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网络调查就帮你整理出 十大民众最烦恼的问题 第一名就是 自己会不会染上新冠肺炎 也许看到新闻每天再播 那么多人去筛检 再加上本土个案基层 很多人都担心 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 再来就是到底该不该打疫苗 而且疫情会不会一直在扩大当中呢 以及什么时候才可以 不用戴口罩回复到以前的生活 但更多的民众担心的是 现在会不会有可能封城 让生活进入更进一步紧缩的状态 而也有人担心以后 小孩考试上课该怎么办 会不会又买不到民生用品 将来连吃都有问题 甚至是担心买不到防疫物资 虽然说现在说要勤洗手 要戴口罩 但万一这些防疫物资 以后买不到了该怎么办 还有股市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 虽然疫情的冲击 现在股市也一直往下掉 那么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复正常 恐怕也是股民最担心的问题 最后就是工作会不会不保 使得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多在家工作 很多的行业 像是旅游业也都不能上班了 旅宿业等等的一些民众 现在没有工作待在家里 就担心这会不会是长期的现象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